我常常會跟我的學生講說 其實我是生平無大志 我就只想當媽媽 可是沒有想到說結婚之後 嘗試一年之後都沒有結果 然後又被醫生宣判說是不孕 那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兒童主義學之前我就跟我說 今天媽媽也要教主義學 然後你在學校 你在主義學的時候 然後聽話都跟我說好 去完會就 教會的姐妹都跟我說 那時候只會一起我告訴你 今天Tim又讓我上課非常的頭痛 我都沒辦法上課這樣 因為我真的我是不要去打他 我知道他不對 他就跟我講說媽媽對不起